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的日期是4月2號 今天都會和大家看一個移民個案 他們比較認真 我們都不要說什麼發不發生了 其實之前有說過他們發生的 是一條小頻道 是一對年紀很明顯比Simon 年輕的一對情侶 應該是大學生的 移民去了加拿大一年 近來就拍片跟大家說一下一年以來的感受 一開始就說到那個男生之前是有外國留學經驗的 女生就沒有的 就問他剛剛來到的時候的心態是怎樣呢 他就說到他們剛剛到步的時候 不幸 住在一間很差的Airbnb 所以第一個星期他就覺得很不開心 就是真的會想是不是做錯了決定呢 是不是要回香港呢 但是之後就換了一間好一點的Airbnb 就好一點了 然後就要處理剛剛到步的各樣東西了 很多東西要煩 住屋啊 找工作啊 搞一些電話卡等等的東西 直到找到工了 都沒有時間想那麼多東西 可以說是開始正常生活 就有說到譬如個女生又很喜歡那邊的天氣 覺得那邊的天氣很好 當然是說夏天的天氣很好 那個天很難這樣 所以一開始都覺得過得不錯的 還說到大部分人剛剛到步的時候 過了蜜月期呢 就有個期間可能叫做抑鬱期啊 磨合期啊 或者叫低潮期 那樣 但是那個女生就好像是 來到一年之後才開始出現這個情況的 因為他就覺得剛剛來到的時候呢 是春天超級開心 作為比較呢 就會覺得現在的自己呢 很不開心的 他們就說 就不關加拿大事的 老實說 他們這個年紀過到來 都要想一下自己的事業發展路向的了 那真的安頓好之後 就變成很多事情要煩 要擔心租金啦 水電煤啦 那些錢怎麼花等等 然後呢 現在又到了要交稅的時候 那這些事情都要處理 比較麻煩的 那之後呢 又要想 除了洗錢那部分之外呢 又要考車啊 考英文啊這樣 那因為他們呢 都差不多可以申請PR佬的了 但是差不多可以申請PR佬的時候呢 那個女孩又對自己的工作呢 又有一些疑惑的 那之後呢 那那個男孩就說到 雖然一開始這間Airbnb很差 但是之後呢 其實是搬了去一位前輩的大屋裡住 那樣 那裡的前輩應該是 那些 早過他們搞移民去加拿大的人 我估計是 那到部之後呢 也都有很多前輩 一直幫他們 那樣 那之後呢 就有些freelance工作 再之後 那順利找到第二份工作 所以啦 那男孩就覺得 每樣東西都覺得順利的 那還有一開始 就剛剛來到呢 那新鮮感很強烈 那夏天呢 也都有很多活動可以玩 那又認識到很多新朋友 那他覺得這些都很重要的 但是 現在 起到這麼久了 那不是說厭倦的 那純粹可能是習慣了 那就會覺得很疲累的 那之後他們就說到 那在移民去加拿大的這一年期間呢 那女孩呢 是有一段時間去了台灣的 那似乎是去玩去探她媽媽的 那那個女孩就表示 通常去完旅行都會有後遺症 她的後遺症 到現在都還有的 有一種很想再去旅遊 不想留在那裡的感覺 那那女孩呢 簡直就是 忍不住 對著那個Monda 叫我好想去旅行啊 不想留在那裡啊 那之後呢 鏡頭一轉 再繼續說 但是 我也都不是說 不喜歡加拿大這裡的 老實說 我覺得移民這個選擇是正確的 那純粹是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因為我們差不多可以申請個PR了 那我們一開始來到的短期目標 就是要拿到這個PR了 那現在差不多拿到了 就會想 拿到之後呢 之後應該做什麼呢 到底應該是 留在加拿大 回香港 或者去其他地方呢 那那女孩在這裡 想找一份怎樣的工呢 之後的發展 到底是想怎樣呢 那之後呢 他們就說到 那男孩呢 就即將要回香港了 那就是他應該是探親或者玩 那那種 那為什麼要回去呢 那跟很多人的理由都一樣 是因為家人而回去 那這裡呢 三民真是不禁 有一點點好奇 就是他們一對情侶 都已經一起去到移民了 但是呢 回去探親呢 又各自各探親 又不是一起探親 就是香港和台灣都很近的 是不是呢 我也不明白 那繼續下去吧 那那男孩即將要回香港 因為要家人的原因 探親 那所以那男孩呢 會覺得這個呢 都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會令到呢 很多人都不想移民 或者令到很多人想回流 那近期那男孩都想過 要不要多些回去陪家人呢 但是 始終我們呢 在這裡不是讀書 而是上班的了 那工作上 很難請一個遊場的假期 那就是說 成為了大人之後 就再無這個機會的了 那有很多事情要考慮 譬如說 就算我現在 請一個月回香港旅行都好 那我還要想一下 下個月怎麼交租 那男孩就覺得 那這些事情呢 就算你在香港住 其實都要想的 但是你在香港 如果有家人照顧 接應一下 那就不用想這些住 那這個呢 那就是我們 暫時這一刻的感受 那之後 他們還說到 其實來到一年 在加拿大 很多事情都沒有試過 那很多時候 都為了上班 拍片 那女孩就說 見到很多其他YouTuber 說到一年的感受的時候 都會說到正面 負面 那這樣 那雖然 剛才他們就好像 說到很負面 那樣 但是 我們就正處於一個 比較迷惑的狀態 那不太清楚之後 要怎樣走 上個月開始這個狀態很差 那麼 Youtube都幾乎沒有拍片 不過他們好像 在其他地方都有拍片 可能 就是 總結就是沒有拍片 接近 這樣的意思 他甚至乎 再說到呢 他是 不想 再拍Youtube 那樣 那麼 他們就說 很認真地 想過 為什麼 出現這個狀態呢 那麼 主要是因為工作上的問題 那麼 就開始覺得 壓力太大了 或者 這份工作都不太適合我 那麼 男生就再確認地問他 即是 壓力是來自於工作 而不是Youtube 這樣 女生再說到 對啦 我是覺得 不再做Youtube 那麼 下班之後 是不是可以休息 這樣 是不是會好些呢 這樣 他們現在的生活循環呢 是很差的 那麼 星期一至五 朝九晚五就上班 那麼 下班之後 還要煮飯 之後 就去剪片 星期六日 就會去拍片 或者 有freelance的時候 就去做freelance 就是兼職工作的意思 那個女生還說到 自從前一陣子中了新冠之後 那幾個星期 她都沒有休息 不停地做事 有一個晚上 忍不住 哭了 她再一次對著鏡頭 有一點點宣洩情緒 啊 我想要休息啊 那種狀態 之後再說到 但是 尷尬的位置就是 我還欠兩個月 就夠工時了 那正常來說 應該熬了這兩個月 是不是 但是她就說到 她真的覺得 已經到了一個 接受不到的程度了 之後 那男生就說 純粹的過勞 那女生過勞得很嚴重 那樣 再問她 那你現在覺得 純粹在加拿大 在生活上 即是不包括工作的話 那還有沒有什麼 很不適應呢 又或者覺得 和香港相差很遠的事情呢 那女生呢 講到這裡 就說 在這裡呢 叫外賣 不能夠八點鐘之後叫 因為都已經關了門了 那男生有點忍不住笑 那樣 那她就說 但是她呢 就從來沒有聽過人說 這一樣 算是困擾 那樣 但是那女生就表示 即是她和弟弟都聊過 即是她有個弟弟都過了去 那她和弟弟聊過 她都覺得這一樣 是一個很大的困擾 那麼 那麼 之後呢 她們還有補充到 那麼 在那邊呢 叫外賣又沒有什麼選擇 那麼 那麼 女生呢 又有一點點 宣洩一下情緒 沒錯 在台灣 在香港 選擇就多很多 那麼 那麼 之後呢 就到個男生也講一下居住感受 那麼 她之前呢 是在英國日流過學 那麼 現在呢 就覺得 在加拿大這邊的生活呢 好過英國很多的 但是 如果和香港比較呢 那麼她始終 她覺得始終都習慣了香港的方便 那麼 那麼 在加拿大當然都有她的好處 譬如說 天氣 她覺得不錯 那些屋呢 大很多 路都比較闊 但是相對上 交通就變得很差了 那麼 另外 另一個就是工作機遇 那麼 她們就提到 她們兩個都在香港呢 是有上班的 那麼 工作 啊 就是說 香港的工作 相對上呢 跟她們的學科呢 比較匹配 但是來到這一邊 這一刻 這一份工作 就沒有了 那男生 在這一邊就更加坦白地說 因為各種的原因 她的工作呢 都沒有了 就是她現在是處於失業的 那個男生 那麼 來到這一邊呢 兩個就算是一起慎 又要再找工作 又要回去一開始那個輪迴 那麼 說到 一例 華人工就辛苦些了 二例 其實很難入到本地公司 那麼 就算英文很好 但是 她們呢 在本地工作 即是 加拿大本地工作的經驗不多 那麼 所以 那些當地的公司 可能會有比較多的考慮 那麼 那麼 當然 她們還說到 那麼現在呢 都只是頭一年 還有時間 給我們去進步的 那麼 要去 學好些英文 去學溝通 那麼 那麼 其實真的需要時間去浸 那麼 那 那個女生呢 還有說到 因為 我以前 我們以前在舊公司 那麼這裡應該是說 香港的 那個公司 那麼 那麼 在舊公司的話 有些事情 不妥是會直接說的 雖然 我們是食物鏈的低層 但是 我們不會忍氣吞聲 但是來到這裡呢 我們是 什麼都忍的 有時候 可能 不是我的工作範圍 都要去處理 那麼 遇到這種情況 就會很大壓力 她還慎地說到 她現在呢 等於是一個人 做四個部門的事情 所以呢 她就覺得 太困難了 所以呢 她就會想 她要不要辭職呢 不過 她沒有說辭職兩個字 她沒有說出口 我自己猜的 她還說到 自從做了 女孩子 自從做了這份工之後 她對自己的自信心 低了很多 因為 她以前的工作 起碼都會做影片 或者 跟她 讀的本科系 有些關係 對呀 這樣 但是現在的工作 她是完全沒有學過的 每一樣東西 都是邊做邊學 當然 你可以說 我學到很多東西 但是 自信心會變得越來越低 覺得自己能力不足 開始覺得 如果要找回自己的 本科行業 都很難了 那麼 也有提到 現在那個 YouTube 有一點點起色 也是記錄她們人生的一個地方 如果 剛才有說到 想不做YouTube 但是 又是一個尷尬位 如果現在放棄做YouTube 就怕之後 更加不知道要做什麼 希望大家支持她們的頻道 後面就是一些 賣美的說話 我就不多說了 這個移民案件 大概就來到這裡 三人覺得 如果觀眾的你 家裡 又或者你的朋友 是不是考慮移民的話 這個移民案件 都值得分享給她 看看 一對年輕情侶 由剛剛到步 強烈的新鮮感 都認識到很多新朋友 但是去到最後 很疲累 再去到最後 對未來的路怎麼走呢 比較迷惘 這些幾乎都是必經的大方向 是不是 所以都值得一看 另一方面 一些的細項 Simon 都想說兩句 他們有提到 過到去都認識到很多新朋友 坦白說 這一個 算是等價交換來的 儘管現在這個時代 什麼上網溝通很方便 但是呢 你和他有一條 很闊的紅溝 那個紅溝 闊到是由香港去到加拿大 那麼闊 是不是 始終是有差距的了 所以其實你放棄了香港這邊 認識到那邊 其實是很合理的 認識不到那些才大領落 是不是 另外 他們有提及到 他們覺得 當地的居住環境 那些看法 總是令到我想起 內地的 房子大很多 條路闊很多 也有提到 但是呢 香港的便利性就好很多 故之然 反而我還會想 其實內地都很方便 很便利的 不否認 可能某些地方 香港的便利性 仍然是好過內地 就算是一線城市都好 都是好一點的 我覺得是 但是 很多 其他方面 從整體上 我覺得內地的方便性 是好過香港的 這個也是 我現在 喜歡在內地居住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是說我不喜歡香港 不過 比起以前 我現在多了 喜歡內地 這種看法 這兩句 Simon 這一間屋 這一間屋 二線城市 不是中心地區 有時候 不論你說我玩也好 做事也好 凌晨三四五點 我都可以叫外賣 說真的 外賣當然沒有日常那麼多 但是 燒烤 那些什麼 炸雞漢堡包 或者 潮州打冷 或者 弄碗粥 晚上我喜歡吃粥 弄碗粥 弄個腸粉 油炸鬼 都是有的 或者炒粉麵飯 很簡單的東西 這些都是有的 所以 真的有幾大的差距 另一方面 也是 他們的工作方面 這裏是一個重點的 他們兩位 工作方面 他們 都找到文職 但是 都不太開心 第一件事想說 就是 他們的收入 似乎可能有壓力 你看他們 講到星期一至五 日頭上班 收工之後要煮飯 煮飯後要剪片 每星期六日 都出去拍一片 又或者 有兼職就做兼職 就是有私就做私就做私就 你就看到 兩節也是為了可以賺錢 對嗎 難道為什麼是為了經驗 其實幾乎 Rig 幾乎show 都是為了賺錢的 當然拍片是紀錄人生的一個重點 是有它的紀念價值 但是由兼職就不是做兼職 所以你看到哪一個優先 所以他們星期一至日都努力賺錢 這麼努力的人 坦白說可能在香港都賺得不少 誰可以頂得住這個壓力 星期一至日瘋狂做事 怎樣不大壓力 他們現在就面對一個抉擇 其實就是女生說想放棄拍片 這個真是人生抉擇 你仔細一點看 他們就說到還有兩個月就夠工時 我猜我不是很清晰那邊的殺日規則 他所說的兩個月的工時 就是他多做兩個月 就夠這個工時就可以申請那個PR 就是移民過去的資格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那這裡就要想了 他現在要不就捱了這兩個月 可能是不是放棄自己的YouTube 他們都有說了如果放棄呢 那個平台就看到你的更新 少了很多呢 拳重都會低很多的 演算法都會差很多的 是不是 而倒過來呢 現代年輕人 如果能夠做到一個有些喜悉的自媒體 確實是很有價值的 那這裡到底是為了拿PR佬而捱了他 或者是放棄YouTube呢 其實那個女生是沒有回答的 這個真是人生分岔路 二選一 當然或者他硬捱這兩個月 行不行呢 但是他自己就說到了一個難以接受的地步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